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旁边上怎么做观察呢 先来请教张宇明分析师 好的 台股今天涨了181点 就在这里做一个整理 一万三千点附近 原则上它暂时是不会有大跌的空间 除非有一个条件发生 就是中美发生的冲突 中美发生冲突 他们通常不会在自己的国家冲突 他们都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就是用其他的国家 然后两国就卖他武器 然后就干起来了 当然我们不希望两强的争霸 波及到台湾 其实目前的南海 甚至台湾海峡附近 都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这对台股是最大的不利 如果把这个因素排除 台股目前是没有什么大跌的空间 好 那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 利用很简短的时间 把被动原件低润PCB光学生计 这五个族群全部都把它讲完了 到底他们的多空方向是什么 我想我在昨天的节目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你没有看你可以看昨天的节目 那我昨天把这五个族群大概只有三分钟就把它讲完了 非常的快速 那这五个族群怎么可能三分钟 因为很简单 我用最简单也是最强的方式叫做一眼变多空 看一眼就知道了 它这个格局对还是不对 当然要练成这样的功夫 它的确需要一段的时间 也不是一朝一夕 好 那我们这台股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台积电占了大盘的全值23% 占电子股全值39% 那这个有什么影响 那很简单 台积电就等于电子股就等于大盘 所以当台积电不跌 你所有的行情 你大盘你就看不准了 你大盘现行就跟台积电差不多 电子股的现行就跟台积电差不多 因为它占了39%快40%了 对不对 所以当台积电不跌 你会迷失真正大盘的方向 这是目前来讲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如果你没有很强的功力 你是很容易产生误判 好 那我们说这三档股票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这三档加起来 占电子股50% 所以你看这三档就差不多了 甚至看这三档 你就知道大盘的格局的 对还是不对了 好 我们看台积电 这么强的一个走势 大家三天前看到一根黑黑棒 张艺敏还是看到一根红棒 这个DOTO格局没有任何的破坏 我也跟你讲很清楚了 它怎么涨起来了 一二三四 这边有四个卖出讯号 当然压力非常沉重 下面有五个买进讯号 那我们说碰到压力要怎么样 要用跳空或带浪长红棒 所以它就用跳空 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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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个跳空的方式来突破这个压力区 正式转为DOTO格局 它这样涨起来 到目前为止 7月30号 这个DOTO格局还没有做完 好 那你看台积电的同时 有没有刚记得我刚讲的 台积电联发科 它也是DOTO格局 它已经涨几个月了 它从4月底开始涨 到目前已经7月底了 这个DOTO格局没有任何的状况 也没有一个卖出讯号 三线架构也没有不正常 所以我们说台积电联发科 已经撑住了半边天了 还有一档叫什么 叫鸿海对不对 鸿海稍微弱势一点点 区域线来多方 可是从马线动线跌破了 所以目前来讲 算是相对DOTO 弱势的一个整理 这是三档股票 那这三档股票 目前都没有转空 那很简单 大盘就不会试好不好 那我们再回头看大盘 那大盘你会发现 其实它现行跟台积电很类似 那你再看电子股 这看起来就跟台积电 双胞胎一样 所以很简单 这个格局 我相信很多人是迷惑了 台积电就等于大盘 就等于电子股 所以你要以前看大盘 可能可以看得很准 现在台积电的影响 你看不准了 这是目前大盘最麻烦的地方 你再看一次 台积电 再看电子股 是不是双胞胎 这个是哥哥 比较壮一点 这个是弟弟 比较弱一点点 有没有 稍微弱一点点 这个是3D 也是很强 但是没有2D那么强 对不对 2D是不是比较强 大哥最强 看完之后 其实障碍就这样了 懂意思吗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族群 叫做上跪 好 上跪你一定看不出 它有什么异样 它已经出现两个卖出讯号了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也很短了 因为上跪没有台积电 没有联发科 你看线型就不对了 这样懂意思吗 那如果把联发科 把台积电抽掉 上市可能很多股票也不对了 所以这个行情 是目前很多人很迷惑 他都看不懂 那我们再从成交值排行榜 来看看 这些有量有价的股票 资金最集中的股票 他们目前的状况 是怎么样 好不好 台积电联发科讲过了 我们依序来讲 来 那我们一样用 一眼变多空的方式 看一眼就知道了 不要想太多 有没有真的这样的功夫 你看看就知道 赵亦明在台北上已经20年了 我相信很多人印证过 所以这个有没有 慢慢大家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看新星 格局对不对 PCB的股票 这是对的 看懂吗 他从40块翻多 今天62.9 他已经涨将近五成了 这格局是对的 好 联电也是对的 我先几天跟他讲过 联电他已经翻多 而且多头泰式非常的强 涨停板打开 并没有事 好不好 这也是个对的 好 郁金光光学不对了 有没有 三线破两线了 这一段是对的 这两天开始 五天开始 六天开始不对了 好 股王大力光 早就不对了 卖出讯号出现两个 三线非常的脆弱 破两线了 好 艾浦 这一段从150涨到560 这一段涨三倍很强 但最近格局不大漂亮 卖出讯号出现 整理了十几天 今天再度三线翻多 可是第三线还是很短 动能还是很弱 曲线 筹码线也在 临轴附近而已 所以这个多头 但是非常的弱势 上面的压力还没有克服 好不好 立即 这个线形就比较弱了 多头没有错 三线都在多方 但第三线就稍微短一点 第二线跌破 目前呈现假跌破的格局 好 益龙店 IC设计 这维持多头格局 所以这档股票 跟联发科很类似 他们都是 IC设计里面的 强势的领导股票 好 京电对不对 对 你看这边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么多卖出去 那要怎么突破 跳空突破 长红棒突破 有没有看到三天前 对不对 他以前都搞40分 50分 55分 他以前是一个坏学生 可是 从三天前开始 他突然奋力作为 你看 有啊 跳空 加一个长红棒 突破这五个压力区 正式转了三线泛多的格局 对嘛 然后这两天持续在多头格局 没有破坏掉 所以这两股票 以前是坏学生 三天前你开始要把他当做好学生 你到底你考65分 你能说他坏学生吗 不会啊 他现在很认真读书啦 以前都不用工啊 都被老师打手心 打手心 打手心 真的不用工 还被罚站 但现在不一样了 开始不一样了 所以股票在变化的时候 你要看得懂 股票会由多翻空 也会由空翻多 所以那不是每天多每天空 变化非常的快 所以你要掌握好 好 那我们看世新 对不对 不大对 为什么 三线架构 第三线非常短 动能不足 懂意思吗 车子没什么有了 他要休息了 蓝电PCB的 对不对 还可以 还可以 三个买进讯号 抵过一个卖出讯号 开始转为多头格局 但三线架构 没有很漂亮 所以涨了稍微慢一点点 目前架构还算是对的 好 台阵对不对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也不强 目前呈现假跌破格局 要小心 第三线不能再短 再短会跌破 所以目前是一个多头 稍微有点弱势整理 但是还是维持多头格局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页 从鸿海 国具等等 我们把这些看完 成交值看完之后 你大概心里就有底了 大盘的方向是什么 这些股票很重要 如果很多股票都不对 那这盘就不对了 好 那我们把这些成交值 排行榜前面的股票 第二页再看一次来 孔海刚讲过了 国具对不对 不对啊 123456 六个卖出讯号 请问对不对 三线交过也不对啊 第三线太短了 动能不足 第一线也非常短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你是讨不到便宜的 最少三个月了 它涨不动了 为什么 因为身上太多疾病了 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这个胆固醇过高 尿酸过高 还有这个中风 痛风 吃海鲜就会痛 一大堆疾病 这么多疾病 很简单 它涨不动了 三线交过也不对啊 第三线太短 所以这种股票 我只能说谢谢 业绩再好 ECB溢价三成 对不起 再联络 我没兴趣 这是纯股票 论股票 说真的 我讲国具得罪很多很多人 因为他们都买了国具 让我讲它不对 他们就不爽 在YouTube里面留言 他们很不爽 我说真的 我也不晓得谁买 让我只是就成交 只排行榜的分析 对我就说它不对 不对我就说它不对 那如果不小心得罪人 那很抱歉 难道我不要讲国具吗 还是我不能讲国具吗 还是某些人买了 我就不能讲 应该没有这种事情吧 我可以讲 我当然可以讲 我可以很客观的分析 不然要怎样 我都不能讲国具吗 这不对 心态不对 那如果不对 你就不要买就好了 你要做敌人 何不来做我的朋友 我跟你讲不对 你就不要买 不就是了吗 你买这种股票要干嘛 有没有 好 上尾头对不对 对的 这三线架构是对的 目前维持三线多头格局 但是我们发现 第三线跟第二线稍微短 所以它长得比较慢 好不好 雅德克也是对的 这格局也是对的 之前出现两个卖出讯套 所以整理了一段时间 好 建策 第三线有稍微短一点 昨天更短 今天稍微好一点 修正一点点 那我们整体来讲 股价在近期的高点 可是线拉不大起来 所以这个多头的动力 不大足够 好 国光升 对不起 三线破两线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十几天了 格局不对了 华通 上档出现两个卖出讯套 这格局也不大漂亮 卖出讯套要跳空 或长弘棒克服 目前并没有 好 金像电影 股价冲破断新高 股城线拉不起来 趋势线拉不起来 这格局不对 今天三线破两线了 我解盘都是有依据的 而且很客观 没有针对谁 我也不晓得谁买什么股票 所以不用来 如果讲什么股票 你就喜欢我 因为讲什么股票 你就痛恨我 没有必要这样 不好的股票 我们就不要买就好了 好 我们说股市分析的 最高经济就是一眼变多空 我刚刚来讲 成交指盘榜的前两页 都是用一眼变多空的方式 这是我发明的股神系统 好 那我们回过来看 大盘的格局 大盘其实它有分阶段 这一段从一万点涨到一万三 它涨了三千点 第一阶段 刚触底八千五百点之后 它是涨升级 到了六月还在涨升级 到了这个月的月中 还在涨升级 然后开始休息 有没有 光学也是涨到月中 其他的比如说5G 六月就开始涨了 七月继续涨 IC设计就是联发科 就是5G晶片 半导体是最近才比较强势的 但是能够掌握到 这种节奏的人 非常的少 不断地在变化 懂意思吗 盘就是永远在变化 好不好 赞明6月8号解盘影片 6月8号的18分20秒 强势族群 升级光学5G 非常清楚 你自己看影片就知道 好 七月份 7月9号东升解盘影片 我跟你讲最强的半导体 IC设计 有没有讲 不是最近涨起来 很多人都在讲半导体 台积电多好多好 不知道涨到美国去了 他才在讲 赵一鸣早就告诉你了 一定有讲 这东升的解盘影片 21天前 就跟你讲了 强势的是半导体 跟IC设计 一定有讲 好不好 当然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8月份到底要掌什么 我们说 接下来将面临什么 最迷惑的行情 原因给我刚才讲了 所以很多人会做错了 8月份最强势的族群是什么 到时我把它整理出 三个出来 这个整理完的资料 是要免费来送给观众 做参考 我没有叫你去 我叫你做参考就好 你总是要不断的印证 不断的印证 觉得我们不错 我们再来做朋友 你不要都没有印证 然后就去买 我就给你做参考 我不叫你去买 好 最强势的族群 我前两个也都说对了 那8月份我会不会说对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 那我相信我说对的几率 应该算蛮高的 那你一定需要这样的资料 你一定想要这样的资料 怎么样拥有 来 请你那一手机来扫描这个QR控 扫描要人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第二个 一定要留下你的姓名 跟联络电话 当我把资料整理好 我会最快速的方式 把它发送给你做参考 好不好 记得那一手机来扫描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扫描要人 我们会把这些珍贵的资料 8月份强势的族群 免费把它送给你 记得说你是东森粉丝并且留下 姓名跟联络的电话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的 欢迎回到掌碟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最近挑战的人非常多 在YouTube里面留言 留言都很尖酸刻薄的 说这个 有人要悬赏100万 如果有奖 那如果你要悬赏 你就把电话留下来 把姓名留下来 不要放个声音 一吐人头都是假的 悬赏什么 悬赏个头 对不对 那我们站在台面上 我们就是接受挑战 没什么好怕的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没有也不会变有 有也不会变没有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我们看台积电 好 台积电这样上来 多少人在这里喊台积电 多好 多好 那为什么在这里不告诉你 在这里告诉你多好 不是吗 为什么沿路都没有人告诉你 台积电很好 不是吗 当然你也问说 张爱民那你有奖吗 你不要涨起来奖 你这里有奖吗 那如果这里有奖 你要悬赏100万 可以啊 那你就把电话留下来 真实姓名留下来 对不对 我把影片找出好 就可以去领奖了 不要晃个屁 他也不敢那个 好 这一天的影片是6月5号 今天不是6月5号 今天是7月30 将近两个月前 6月5号当天解盘影片 12分05秒 来 你看是不是这张图 这张图片是不是叫台积电 有 请问台积电压力突破了没有 突破咯 请问台积电压力突破了没有 突破咯 有没有讲很清楚 有啊 6月5号 12分05秒 有啊 怎么会没有 一定有啊 张爱民你怎么没有一突破就讲 因为这里有1234 四个卖出讯号嘛 懂吗 卖出讯号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啊 一个突破 搞不好会再压回 所以我这天没有讲 我等他确定脱离这个盘整区 这一天6月5号我才讲 当然我股神系统一定看得出来 有股神系统也看得出来 没错 所以有讲 不一定要讲到最低点 懂意思吗 我也不是省啊 为什么一定要讲到最低点 不是吗 好 强势族群 7月9号 今天7月30 21天前 半导体 我是今天才讲半导体的吗 那请问7月9号谁有 台面上哪一个老师有讲 强势族群7月份是半导体 排第一名 谁有讲 谁有讲 那你把它找出来嘛 至少我可以跟他做个朋友啊 不是吗 那如果没有 我还是唯一讲的 那我如果是唯一讲 还要接受这么多批评吗 那不是很不公平吗 东森也没有收费嘛 不是我们看节目就要收费 我这是个免费结盘节目 你就应该准到什么程度 讲涨就涨 讲跌就跌 是这样吗 那如果这样你准备要缴多少钱给我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争锋相对 张一鸣有没有存在价值 你至于判断 如果你只有解放到鬼扯 你就不要看嘛 你看别人的你看我看嘛 看嘛看我的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吗 其实不准你就看别人的嘛 你去看你觉得最准那个 你去看他嘛 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好 联发科 天啊 涨一倍了 张一鸣你这边有讲吗 这样问多沉重啊 要不要再悬赏一下 那如果真的有讲呢 要不要悬赏一百万 不用你悬赏十万就好了 我把他领来送给孤儿院 怎么没有人敢讲要悬赏了 一定有嘛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 这个地方讲到底有没有讲 不是这里啊 沿路都有讲了 这一天 4月29号就这个点了 这点是不是一个三线翻多点 就这个点了 看到吗 就这个点了 那请问4月29号我们讲 联发科已经正式翻多了 有没有 4月29号22分49秒 你去看4月29号的影片 如果赞明这个时间没有讲这张图 那很简单嘛 我就立刻消失在荧光幕嘛 我都不要上电视了 可以吧 都光明正大啊 对不对 多了不起啊 哪一个老师能够这样讲 哪一个老师有这样讲 哪一个老师能够看得准 你告诉我 如果有我立刻公开拜他为师 公开的在节目上我拜他为师 我跪下来都可以 我一定做得到啊 这个老师可以让我赚钱 我跟他跪一下又怎么样 我可以赚到钱 我去孝顺我的父母啊 那多好啊 不是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比喻我们能力强 我们就是要尊敬他 只要被我教老师的人 真正教过我的人 我一辈子都尊敬他 像张大文是我后面的 以前他教过我一点点 刚上节目的时候 现在都在我后面来 每次碰到他我都见他教授 很礼貌跟他问他 为什么见他教授 因为那时候 顾德集团都见他教授 他说到现在见他教授 他不是真的教授 只是到时候见他教授 那我还是要很尊敬他 就这个样子 从这边有没有道理 有啊 这不是4月29号影片节吗 讲了吗 22分49秒 请问是不是这里讲了 是不是这里讲了 是啊 是不是这个点 对啊 就这个点啊 这里就4月29号啊 那能够在这里跟你讲 他翻多了不了不起 还可以啊 不要说多了不起 算还可以啦 对不对 好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要 股神系统早知道 早知道你才能够成为赢家 有没有道理 好 大盘 你要记得农历年后这段吗 农历年后是跌了3674点 跌破年限 五年限 十年限 连十年限都跌破了 开玩笑说连内裤都破了 那请问农历年前 封关的时候 有没有跑 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根就封关了 封关第一天开盘就这样 看到694点 那请问在这里封关的时候 在这里还没跌 封关这里还在高点 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个盘不对了 那如果有 是不是很了不起 全台湾只有一个 农历封关的时候 跟你说这个盘不对了 赶快跑 把所有股票卖掉 反手放空 空单不满 没有必不满 这一段就3670点 全台湾 只有一个分析师 讲了什么 来 影片这边都有 农历封关是1月20号 封关的影片 这是张艺民当时的解盘的图卡 初心所有多单 反手放空 而且空满 张艺民封关如果没有这样讲 初心所有多单 而且放空空满 我立刻离开影关目 再也不上电视 这样我的水准应该还可以吧 我不是要炫尿什么 但是我讨厌那些 小朋友不懂股市 突然来就要挑战我 多看几天吗 不是吗 你不认同就看别人 我不一定要你看 说难听一点 好不好 好 大盘在这里 1万 1万3 涨了3000点 很多人会觉得 这盘很难做 因为涨太多了 那请问要怎么操作 当然有难度 什么难度 涨3000点你好 买股票吗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 来 我们说大盘 多头轮涨 空头轮跌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观念 好不好 多头轮涨 起涨 补涨 空头轮跌 起涟 补跌 这是一定要有观念 好 大盘 涨3000点了 来 请问这张股票 有没有涨 你告诉我 大盘如果涨3000点 它跌2000点 你知道吗 大盘在1万3 它现在8000点 你知道吗 不是 没错 你再看一次 大盘这样涨3000点 那你看它 同样一张图 同样的范围 你看它这样跌下来 那不知道8000点是什么 所以你买股票 如果你买那个1万3 你会有压力 那如果你买8000点 你会很害怕吗 晚上会睡不着吗 应该不会 有啊 今天不是搭一个涨停板了吗 当然今天搭涨停板 不是重点 它到底有没有翻多 那到底有没有克服 所有的压力 开始要转了多头格局 这才是你要参考的 好不好 还有没有没涨的 有啊 别同样一见都没涨到 大盘涨3000点 你看它没有动 这三个月完全没动 这都没有动 还倒跌 这现在8000点 有没有 这个呢 9000点 这都没涨 这个呢 9500点 这个呢 9000点 第一论也是很多股票都没有涨到 有啊 投资朋友 所以不是每档股票都很好 不是 有的股票跌了七八糟都有 好 我们说跌涨性的股票 望宏终于涨停板了 来我们看一下 格局对不对 压力3.4 3.3 今天3.2.15 这两个压力突破 这个压力也突破 这个压力还没有 这33.06还没有 三线架构好不好 不是很漂亮 今天翻多没有错 可是第一线太短了 还不是很完整 懂意思吗 33.06压力还没有突破 那明天如果跳空 或突破这个压力区 三线正常 那就正式翻多了 这样懂意思吗 股票是这样看的 好不好 还有没有 这个也没涨 哪有涨 这都没涨到 不是吗 这个有没有涨 你看这个是好几个月都没涨 三天前突破压力 跳空 长黄棒突破压力 突破完三线翻多 上去 这格局就是对的 懂意思吗 如果你先害怕 买到一万三千点 那就买这个八千点的 买九千点的 对不对 买这个一万点的股票 相对起来 它只要配合三线翻多 压力突破 我想就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有没有道理 好不好 好 上柜快速看 没时间了 来 一样用一眼的变多方式 来 文帽对不对 对 但是不强 你看变短 第三线动能不大够了 旺系稍微好一点 精彩也不对 第三线快要跌破了 好 双红 对的 这是对的 好 大学光 第三线太短了 今天涨停板 压力刚好突破 但第三线太短了 好 环球晶还可以 第一线太短 比第三线短 这个有点 架构不是很完整 云象不对的 三线破两线 冲泰对的 这股票很漂亮 涨了一倍以上了 两倍以上了 好 泰博不对 四个卖出群号 三线走空 这格局不对 立望也不对 上涨出现两个卖出群号 三线架构不对了 形象上涨 一大堆卖出群号 你的K线一定看不出来的 好 越崎岖难行的大陆 越需要明确的指引 有没有道理 大盘的隔起 我们说涨生计 五月涨六月涨 生计光学晶片 七月涨半导体IC 来 六月份张一鸣跟你讲 六月八号讲 生计光学 完全命中 七月份一样 跟你讲完全命中 半导体 现在每个都在讲半导体 对不对 八月份最强要讲什么 投资朋友 你一定想知道 张一鸣告诉你好不好 扫描QR Call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 跟电话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扫描完 我们资料整理好 就会免费把它送给你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 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绝对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